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率团访问台湾 受到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他日记1997年时任议长金瑞契之后 25年以来访台曾经最高的美国政要 这次的访问在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于两岸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美中台关系的专家 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邱时宜 邱教授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老师我们首先想请教您 这次裴洛西访问亚洲之旅 最重要的一战 现在看起来当然就是台湾了 这次被访问 他的访问被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一个外交的突破 裴洛西他说呢 他也声明中共是没有办法阻止世界领导人 或者是任何人前来台湾的 您觉得他这次之行对台湾来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不过纽约时报有专栏作家 那个Freeman 他就说到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还把裴洛西台湾之行 与乌克兰战争连结在一起 教授您怎么看 有些人说裴洛西来台湾访问 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 我个人是很不认同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从裴洛西之后呢 包括了美国的众议院的少数党的主席麦卡锡 我们都知道二零二二年民主党有可能失去掉众议院多数 那他变成众议院的议长了 他说他要来 那么英国的外汇的主席呢 也说他要来 那甚至像欧盟的这些国家都表达了很多的这种善意的 将来希望访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等于就是说裴洛西的访问呢 其实已经是打开了整个各国的高层访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 所以这当然是实质性意义 更不用说因为你互动多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签署一些备忘录啦 甚至一些进一步的书面的这种声明啊 或者是两边的关系都是有可能 所以当然是实质的 这第一个我要讲的 第二个就是说 拿台湾跟乌克兰比较不是不行 基本上比如说乌克兰的明星士气啊 他们勇敢啊等等 我觉得台湾人要学习 可是呢 其实台湾跟乌克兰很多不一样 第一个呢 我们跟美国是十大贸易伙伴 不管论进口出口或者贸易总额 基本上来说 台湾都在乌克兰之上 第二个呢 我们是在第一岛列很重要的位置 那乌克兰基本上离美国是比较远的 第三个我们台积电 我们有金源半导体这些 第四个呢 其实现在中国是美国的竞争的投套对手 并不是俄罗斯 更重要的是 其实现在中共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 就算在美国没有直接帮助的情况之下 无力犯台的 可是俄罗斯对乌克兰 其实我们知道他是有办法 但是纵使如此 俄罗斯打的也会头土链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连结 不应该过度的延伸 总之就是回到我们的本位 我们把台湾矜持起来 那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 您看现在马上中共就立开展开了这个军演 而且他的范围是跨过了台湾的领海 形同就是在封锁台湾 甚至就直接飞射 发射这个飞弹越过了台北的领空 那目前已经发表声明谴责共军 在台海进行了侵略性的军事活动 教授您怎么看这场军演的时机 跟他的形势 基本上中国现在是介于将要来的二十弹 因为习近平要做第三任 我都常讲他做皇帝 千秋万事 然后又有八一建军节 刚刚过去 那现在八月也有北戴俄会议 我们都知道其实内部反习的 共党内部反习的势力是非常大的 那包括这个江泽民或者团派这一些 所以他在里面要去内斗 所以习近平对于这个 整个培洛西访台 给他来讲是很没有面子 那可是我刚才第一段已经讲 他其实一时间是没有攻台能力的 所以他必须要去抒发 这个内部的民族主义的压力 所以他必须要做养 对 它就是导弹秀 那这个导弹秀 当然是比一九九六年的 这个飞弹危机的规模跟强度来得高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老是用这一套 基本上它的边际效应是地减 但纵使我这样讲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就 我们在从政府到民间 甚至我们的媒体各界 我们还是要比较审慎 尽量能够克制一点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培洛西访台 台湾已经先得分了 你觉得台湾已经得分了 那对比一九九七年 当时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金锐契 快闪访台 他在台湾只有停留三个小时的时间 当年我记得这个金锐契 他会见时任的总统李登辉的时候 两个人台湾的焦点 也就是在两岸关系 教授那您怎么样解读 这两次的台美的交流背景 以及它的意义 这两次是绝对在谈 陪洛西访台的时候 必须要放在一起谈的 第一个一九八九年 天安门大屠杀 一九九一年 我们都知道 陪洛西到天安门官场去抗议 对不对 然后一九这个九七年 就是香港回归 那九五九六年 台湾又多了一个飞丹危机 所以说其实你可以看 当时候金锐契在九七年访台之前 他是先去上海北京 先见了江泽民 然后再来台湾两个多小时 见了李登辉 然后马上就走掉了 那其实上金锐契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对于中国的这一种立场 事实上是比佩洛西更强硬的 他在美国的时候 曾经公开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被美国定位为恐怖组织 可是他到了 见到江泽民之后 他软化 那软化之后 他再来台湾 所以他当时候也 另外一点值得我们提的 就是他跟江泽民说 你们两岸要不要统一 我没有一见 可是你要武统台湾 美国一定是军事介入 所以这是战略清晰的第一步 虽然后来又变成战略模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时候他是一个第一炮的 战略清晰的这个鼻祖 那我觉得要提醒各界的是说 将来不管是裴洛西 或者是下一任的议长 或是世界各国高层访台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注意 是说当时候为什么 精锐气可以把江泽民吃得死死的 因为当时候中国国力不强 还有我刚才讲的那一些大的风浪 所以说将来的这个 外国的政要访台的话 其实是可以适度跟中国接触 也就是说让他们有点面子 我们知道这个面子文化 对于中国这个国家 基本上是他的精神食粮 他可以不要理直 他一定要面子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 为什么这一次这个舔粮子 或者说我们说魔法阿嬷来台湾 好像他会弃成这个样子 因为说真的 从头侧头侧尾 他就完全跟中国对着干 而且这样子 他是来给他洗脸 还给他洗脸 而且他访台的整个规格 跟整个格局是整套的 不但是过夜跟蔡总统 公开会面 还有公开行程 所以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讲 这一次他这个反应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预料的 可以预料的 就在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同一个时间 美国联邦参议员们 正考虑立法强化台湾的防御 将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的盟国 教授请问一下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台美关系突破性的发展吗 过去我们记得拜登连续三次 都发言挺台湾 似乎是将战略模糊调整为战略情形 您刚刚也讲到 那么教授 你现在怎么看到拜登政府 现在对台政策真的会改变吗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一次各个国家 对于中共导弹不同反应 我讲一个泰国反应 泰国外交部说 我们各守一中政策 一中原则 但是我们希望各方自治 很好笑的是 泰国的网民就在网络上写说 没有错一中政策一中原则 随便你讲 但是我们就是尊重一中一台 我要讲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美国越来越愿意 跟台湾做这种军事的 应该说官方的交流 主要是他不把它当成是 一中政策的这个违反的这个行为 是一中一台的这样的行为 看得出来 其实慢慢已经往这个方向在走 那这个台是不是意味着台独 这个其实我觉得 不必要过度延伸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一中一台 基本上是他们的一个解套的方式 那第二个我讲战略模糊 战略模糊 基本上是从尼克森总统 他转向一中政策之后 他在三个公报 跟一个台湾关系法里面的 一个具体展现是什么 就是说战略模糊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说 你中国不要想要去武统台湾 我刚才前面讲金瑞契说的 那你武统台湾的话 你中国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去 打你中国 那他猜不准 可是反过来是战略模糊 是对于台湾来说 就是希望你台湾人也不要松懈 或者说你不要 就禁制宣布台独 禁制宣布台独 中国打你 我没办法帮你 或者说你不太确定 我能不能帮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就是让两方自治 可是这几年的发展 尤其2016年川普之后 我们会发现在对台湾约束 那块变少了 因为蔡总统说真的 的确这几次的两岸的紧张 他都是高度自治 那反而是中国这里 那现在球其实说真的 不是台湾打的 也不是台湾发的 是美方发的 然后中国回接 所以台湾这个部分 我们防卫自己的正当性 甚至如果这个冲突进一步演变 每日来干预的正当性就会提高 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个 所谓的麻烦制造者 从金融时报 这次可以说是 他率先曝光了裴洛西 可能会访问台湾的消息之后 其实美国内部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 反对的声浪 不过这个就是 号称国会铁娘子的裴洛西 他似乎根本不为所动 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他 您认为他这次访台 会对美国内部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这一次是不是 裴洛西个人是完全得分的 我觉得裴洛西本身 他是为了他自己的历史定位 跟他对民主的信仰 我要特别说明一件事情 是国内比较没有在谈的是 这次很多人说 因为这个包括裴洛西 六个众议员来台湾 是为了选举 那我特别做了研究 这六个众议员的选区 在美国很多民调 跟2020年的得票率 完全都是属于稳当选的 我举当中一个例子 叫做Gregory Mick 他是来自于纽约第五选区 他2020年的得票率 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三 这是什么样的数字 因为他当时投了竞选 换言之我们可以反过来讲 他反而是因为这一些众议员 没有选票压力 他反而可以比较放心的 到国外去出访 然后来台湾彰显 他们对于民主的支持 所以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跟美国选举内部 是脱钩 虽然说这六位的众议员 包括议长本身 都是民主党 但他们是属于民主党里面 比较安全的选区 那当然我们也说到说 因为拜登总统施政不利 现在民调都是大概四成以下 所以说有些其他的危险选区 可能让这个拜登 至少是失掉众认 那失掉参院有没有可能 其实也是有 因为参院其实现在是平手的 就差两席的 这个独立席次 所以对于美国内部来讲 我觉得他所造成的意义 倒不是说 民主党的选票加或减 Definitely不会减 但是会不会加加 看他们怎么操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也演变出一个新的风潮 我觉得老美其实跟台湾人一样 也爱敢流行 现在来台湾访问 我相信慢慢会变成是一个 美国政台的主流的论述 跟主流的流行 那来这边基本上对他们讲 Nothing to lose 他们反而可以去彰显自己 是一个自由斗士 而且是跨党派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密切 大概过去接下一两年 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之前培洛西传闻要来之前 本来跟他是死对头 共和党以前的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 他也发文说 他跟他一起来 两个人以前是互相叫嚣 骂来骂去的 结果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赶这个热度 是不是 对蓬佩奥来说 他可能有共和党 现在面临着也是11月的 这个其中选举的压力 所以我们也很关注 这次培洛西来台湾 对于他美国内部的国内的选举 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好 那我们就刚刚就特别讲了 老师也提到 培洛西他就特别关注人群的议题 所以他甚至在1991年的时候 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个两年之后 他亲自就到天安门广场去拉布条 挨到这个六四的受难者 就遭到了中国官方的驱逐出境 这次他来台湾就还特别就安排 要去访问这个人权园区 并且会见维权的人士 你认为他是为了向中国表达不满呢 还是他是为了挺民主的台湾而来呢 习近平几乎可以讲是踢到铁板 为什么 因为他踢到是培洛西 各位知道一下 1991年的这个培洛西的天安门抗议 其实是有插曲的 当时候他有被请到派出所 可是美方基本上眼睛这样看着 你怎么敢拘留他 虽然是没有拘留 但是有请到派出所 当时候这个培洛西跟共产党的梁子 就结下了 那这个恨或者说这种对反共的这种 他其实是很强烈的 所以延续到后来 包括你知道像香港的这个反送中事件 雨伞革命 其实培洛西持续的有发生 那培洛西已经82岁了 他比拜登都还老两岁 那如果他在连任成功 因为他众议院是两年一个任期 就84岁 那下一次如果说众议院 又变成是共和党多数 他就不会是议长了 所以对他来讲 就像我刚才最前面所说的 他其实是有一个追求 自己历史定位的一个责任 我们都知道 政治人物在很老或很资深的时候 他会比较牛脾气一点点 他会按照他心理的一个信仰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因为对他来说 这个已经是他的政治生涯的 最高峰 他做一个完美的谢幕 不管这个谢幕各界怎么评断 台湾有些人可能不喜欢 但是对他来说 我觉得基本上 台湾不可能再回到 威权国家的那一种形态 那我们如果要跟美国走 跨出这么大一步 而且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我们势必要经过到一些阵痛 这个阵痛 如果是谨慎低调的处理 我觉得台湾会平安的 好 在台湾行程结束之后 培洛西接着来到了南韩访问 不过南韩总统尹席月 却因为休假中没有接见 最后是改替以这个通话的方式 老来代替 南韩的总统府也承认说 这是考量国家利益之后 所做的决定 老师我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样来观 纵观这次 这个少主就陪在旁边 就这次培洛西去 他说他在休假 你怎么看 尹席月很妙 他也算是非典总统风潮 全球风潮 包括那个 哲伦斯基也是非典 其实像我们台湾柯文哲都是 像杜特迪都是 其实尹席月是这样的总统 他是非典的 那他跟之前的南韩的总统 比起来的话 他基本上是比较亲美的 他在整个竞选的时候 那他主张就是说 这个萨德系统也是要继续部署 然后甚至日本的智慧队 可以进驻到韩国 那他也是谴责俄罗斯 不是谴责乌克兰的 所以看起来 他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不过韩国是这样 韩国一直都有 这个平衡策略的传统 那算是说老一辈的人 他比较亲美 年轻一辈可能 比较没有那么亲美之外 其实我觉得韩国 在这次的事件上 我觉得可以看得做 就是说韩国可能在尹席月之后 他还在行做他的政治文化 第二个呢 尹席月本来就是非典总统 包括他的夫人 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些争议 所以说他去休假或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 遇到这种非典型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太能够 用建制派的逻辑去看他 所以还是要观察 不过我觉得蛮确定的是说 因为现在是在所谓的 捣蛋的信头上 大家都希望把这个火焦洗 因为我刚才前面讲 中共共党的领导人 习近平就是要面子 没有面子 我们外界可能觉得没什么 可是李克强 或者是这些团派 江泽民这些人就会逗他 所以他为了要能够安全下庄 他一定要把那个 战狼的样子做出来 那他要做就给他做 一定要发射导弹 对 你就是让他去发泄 但是就不要再进一步的 让他有一个借口说 因为你怎么样还击 所以我就可以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要强调 就是说中共现在是 没有实力可以打台湾的 他如果这样走的话 其实就是整个中国 这个政权垮台的开始 明白 好 台海危机牵动着 美中台的角力 更多的国际情绪 我们将持续为您掌握 美中台的角力 美中台的角力